Ecanor Anti-Tank Munition Lane Systems 也又稱作為M136火山車載分散式地雷系統 是美國陸軍在1908年代所開發的一種自動部地雷的運載系統 火山系統是使用預先包裝好的地雷桶 主要是反坦克地雷 這些地雷從桶中彈出的時候會散布在廣闊的區域 火山布雷系統分為空中與物地投放的兩種方格 這次我國向美方購買的是10套M136火山布雷系統 它在10分鐘之內可以目屬960克的地雷 可以將迪金組合在14格 所謂的紅色沙灘的灘爛 40多秒就可以將所有地雷布設在125x1150公尺的範圍內 而台灣採購的部分是M87的布雷冠M977機動戰術卡車 以使重型運輸車載具 釋放的地雷總類是M87A1綻放雷 一輛車是可以載運960枚地雷 這雷就是目前美軍現役所使用的M136火車布雷系統的規格 而灑出去的地雷可以設定滯毀有4個小時48小時 以及15天山龍模式 而這種布雷系統也可以裝設在黑硬直升機上面 M136火山布雷系統是由M139分配器、M87地雷筒所組成 並安裝在M977機動戰術卡車上面 每個機架可以容納40個地雷筒 一個地雷筒可以裝6個地雷 所以每套系統可以容納960顆地雷 所以10分鐘可以完成布雷 其我國採購的裝備則包括布雷系統、載具、地雷和訓練用雷等 那總價約54.51台幣 它具備有高機動和快速布雷的效能 和因應敵情的威脅、迅速的反應 所以我國不對稱弱戰有極大的幫助 火山系統可以說在很多國家軍隊中被使用著 包括將來的台灣 火山地雷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是人員殺傷雷 就像當年在金門的時候所布設的一些地雷等 另一部分就剛才提到的 反坦克地雷為主 那台灣進的部分是反坦克地雷 而國防安全可以說是台灣社會最容易掀起 這種反立場激烈辯論的議題之一 討論聲量非常大 各種說法跟質疑都有 對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說說自己的想法給一些朋友做個參考 火山布雷系統有兩種 一種是M87的布雷冠 其中還有我們的VLU-H91B戰防雷 與英美的VLU-92B能源殺傷雷 另外一種則是M87A1布雷冠 還有6枚VLU-91B的戰防雷 根據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 在2022年10月28日在網站所公布的資訊 美國對台主手的火山布雷系統是使用M87A1布雷冠 全部都是戰防雷 不含人員的殺傷雷 因為它會讓對岸中共侵略台灣的時候 增加更多美國受台的火山布雷系統 具有智慧型地質自毀 易辨識回收 並且快速機動布雷等特性 在定時自毀的部分 除了有磁感應 可以讓戰車車輛碰到感應之後 地雷會炸毀 並且透過自動設定時間的功能 讓布雷之後 地雷若未被使用到 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自毀 所以不會有房間或者一些帶風向的人 還是所說的變成地雷島 總而言之任何武器都會有殺傷性 不然它就不叫武器 而可以炸毀戰車當然也是可能會誤傷無辜的民眾 但是以設計原理來講 布雷系統是可以區分為戰防雷或者是人員殺傷雷 而台灣像美國所購買的火山布雷系統 在設計上是針對車輛的震動跟磁場的感應 常觸發引爆機制 人員走動是無法制造同等的震動跟磁場 這也是不可被引爆的 目前世界上擁有火山布雷系統的火車 除了美國之外 也只有英國、韓國以及未來的台灣 那什麼是戰防雷呢? 戰防雷主要是針對裝甲車 威力可以破壞戰車的履帶 還阻絕它的行徑 而且台灣所購買的火山布雷系統 地雷並非神馬在地底下 而是散佈在地面上 肉眼明顯可見 終於是嚇阻族軍、阻擋族軍的行徑的進度 人員殺傷雷則是以殺傷敵連為主 設置上面比較隱密 而人員接觸或者接近的時候只會引爆 基本上地雷的目的主要是依照其殺傷力的威嚇 來達到防禦時節省便利的目的 而火山布雷系統是屬於散殺雷 並非全面的護雷 而是快速局部在必要之處 依照戰況、即時或計劃的部位 以達到協助作戰目的 而台灣會購買地雷的目的 最主要是阻缺共軍的登陸 所以這個合理的設置地點應該是在台灣的沙岸 尤其是共軍可能登陸的紅色沙灘 先前美國有針對台灣的這個紅色沙灘部分 研究指出有14處的紅色沙灘 而軍方在漢光沿洗中也曾透露出有13處 這些未來共軍可能登陸的紅色沙灘 還是地雷未來的設置地點 並不是在全台灣隨意的鋪設 所以這個部分針對反對者的 人道思考環保考量部分 基本上是相當不成立的 而台灣所購買的火山地雷系統 還能設定自毀的時間 可以分成4個小時、48小時 以及15天等三段時間的設定自毀 最後還可以藉由共彬來回收清楚 更何況火山布雷系統 是不需要在半天前就開始布置 而是要等敵軍登陸之前 或者確定他登陸的路線之後 才會在特定的區域內進行布雷 並沒有太早布置的問題 對人員的殺傷基本上是說 維乎其位 以台灣所軍購的火山布雷系統 它最大的優勢是機動性的布雷 在作戰時候可以出其不一的效果 或如外界所想像的傳統的布雷方式 要在幾個月前就鋪設好地雷 這等於是向敵軍告知我的雷區位置 而是根據敵軍的行動 在其行進路線上 幾小時內迅速的布雷 可以嚇阻敵軍的前進 或者迫使其改變方向 來爭取我方守軍遲遠的時間 所以基本上火山布雷系統 主要是作於戰術目的跟火力的結合 包括 1.打散敵人的節奏 或者打散敵人的對型 2.迫使敵人改變行進方向 到我方所期望的方向或位置 在其他手段 如不預先劃定即我驅人擊滅 3.迫使敵人進退不得 使敵詞會困難 深陷險進 4.阻地前進 並且藉以爭取時間節省兵力 台灣之所以購買這一套火山布雷系統 主要是 以陸軍司令部 和九正專案為名 對美國採購 總共有14套的車載型 M136火山車載布雷系統 來取代地雷護方的效益 唯有攤岸傳統兵力火力障礙的部署 就是國軍過去長期在攤岸決勝這個過小上的戰術作為 只是地雷效益在可產生於長期大面積區心的巨子效益 因為這個目的而才過的 基本上這個地雷系統 只要底部來侵犯我方 基本上他們也不會受到傷害對不對 並沒有所謂的人道危機的部分 也沒有國際法所謂的渦太法公約所稱的 地雷禁制公約的部分 因為它的目的是要保護平民 而這個部分我們並不是針對平民 並不是人員殺傷雷 而是綻放雷 更何況這個公約 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國 必會牽水 對上我們的火山布雷系統 還具有智慧的裝置 所以相當符合軍事需求跟人道的原則 以上是本節目的內容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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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